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从小到大你都是这样管束着我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能不能给我点自由 我都是因为关心你 爱你 我所以才 你的事事我都关心 所以你的各种事情我都要为你做决定 听说我是真心喜欢烈眼 你别说话了你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你能冷静一下听我解释这样子吗 你解释什么呀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不是想报复我吗 我没有报复你的意思 来来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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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他们俩中间一分钟都难受 你站这么久你不难受啊 其实我跟姐姐在一块才只有几个星期 你跟他才谈了几个星期啊 当时是因为他这个战友欲望特别强 他猜疑心也特重 特别限制你自由 然后去图书馆看个什么书呀 也不让 也不让去 你跟别的女孩子有没有暧昧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还狡辩 那他说你在卡拉OK里面 跟别的女孩子勾肩搭背是真的吗 你最后分手的那一天 当时 其实我都过去三年 我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去还原这个 就这个事实 反正你这意思说你光明磊落 问情无愧是吧 对 我感觉你像你这么嘴笨的男生 好像也不是特花心的那 那你承不承认 跟我分手一个星期之后就有了新的女朋友 你什么承认 不是 主要想弃他 你是找一个女朋友来弃他 并不是真找 对 当时感觉挺没面子 对吧 当时很多同学面 他是不是小心眼啊 他说感觉特别没面子 他叫我小心眼 我要是他 我跟你一个星期都过不下去 我来问一下妹妹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Horray的 他跟我姐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机场一起出去玩 后来他跟我姐分了以后 我挺生气的 然后我还打电话骂他 骂得很难听的 然后听我骂完 他才给我解释 然后感觉是 他们两个有误会 后来有个小混混一直追我 特别讨厌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郝瑞了以后 他因为这个还被打了一顿 你怎么那么天真的 他就是为了给女孩心中留下他的好印象 说不定那个人就是他安排的 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 就怪你啊小费 人家多好的一对姐妹啊 你看看你 其实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让他们姐妹俩到今天这种地步 但是后来确实没办法 我爱上丽丽之后 我们根本就离不开他 我们就是想等他有了男朋友之后 我们正好跟他给他一块就是把这件事给他说了 然后认为他有男朋友就会把三年前就跟我那段忘掉 但是今天你的姐姐来是向你们两个告白 更该告白的是我们两个 你想向姐姐告白 对 我想让他接受我们两个 不可能 我不想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 你如果要告白想拆散我们两个 我感觉就没那个必要了 他不接受你的告白 那你就不要认我这姐了 你也不接受他的告白 你父母跟我你都不要了是吧 那你跟他走吧 这是这里出现第一次情况啊 双方都不想接受对方的告白 如果还真的把对方当成是亲人的话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至少给对方一个说话的机会 听听对方真正的心声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尊重 是他们俩跟你一个人告白 还是你建议他们姐妹之间先告白 你想怎样 他俩一起吧 他俩一起是吧 给位姐姐狗个掌 面对一个自己二十多年相处的亲妹妹 和一个曾经的男友 面对着他们俩手钻着手告白 这是需要勇气的 那接下来就 以这样的方式来互诉忠常 好吧 来站到那个圈 站到这个圈 接下来是姐姐和妹妹及妹妹的男友之间的告白事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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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再见 天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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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瑞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不管是谁的错 只要是他流泪就是你的错 以后如果你要再敢欺负他 那就不是一巴掌的事了 你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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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你